佛系日也会翻车 不过这什么人可是个利息活 所以借这个时间 给宝贝们了解一下这个新皮肤吧 一万这个名字 在历史上有着恐怖大地之称 曾经是在俄罗斯冰尖雪地中的居住者 这也符合了这次清华3的故事背景 而这件衣服穿在罗比的身上 算少了一丝霸气 不过谁是爱的 还透露着的没点可爱 而在凝结出的这个冰雕 就是在游戏内树的效果 手中的武器也变成了一把散发寒气的冰岗 总的来说 这件字皮 无论是样式细节还是特效 都相当到位 而且在游戏内的时候 它的手和脖子上的挂式 也都会散发着寒气哦 终于找到一个小可爱 可以送到椅子上休息了 看用这个皮肤挣出来的树 多好看呀 不过这个小鸟人 当我们要是新鸟 有点过分了 身边这么多鬼火 难道你爸呢 看看他这了吧 虽然不能绑你 不过什么人是非净了 对呀 想开点击哪一台都没走 那我去哪找魔术师呀 有了 我只要把他们全都带拍下 我说这日不就飞过来不可了吗 你说干就干 哟 转转起来了 那可不行 使用鬼火直接放到 空间小宝宝 现在轮到你咯 小套路骗你过板 马上转了去台上就说 可以上到了吧 还有二秒 不然呀 魔术师肯定过来了 那就去找他吧 魔术再想东西 魔术暴雨晚了吧 看你现在还往哪里跑 我转到第二个了 哎 现在还没起来呢 可千万别先飞了呀 那这样今天就翻车了 哎呦 空间马上就走了 好吧 正好我抓魔术师 他们和先知 这不是两千七倍吗 可我妈妈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有手法 我翻车了 小奖伙看队光那跑 不怕是吧 可以又打一个证损 得叫 可以玩花丁了 可以玩花丁了 我去的不是吧 谁知放心也死了 我翻车了 哎呀 这个他也对不起了 我不是故意的 那就把魔术师 也一起活了吧 那那 宝宝觉得 爱护鬼的这个 新皮肤好看吗 可不可以 赶赶赶赶赶 当然了 赛后 一太退一找了 这位粉丝宝宝道歉 好快得到了他的原谅 也周先希望 所有的宝贝 都能怀揣善意 文明游戏 让我们的第五幼儿园 能够永远充满爱 接下来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